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苦瓜好吃的做法 首先将苦瓜切点头尾 然后切成两半 把里面的瓜瘾给刮干净 然后切成片 洋葱切成片 切点蒜末 小米辣葱花 碗中放点芝麻 辣椒面 搅上热油 放点食盐 白糖 生抽 肠醋 香油 搅匀 锅中烧开水 烫食盐 食用油 苦瓜焯水 焯水可以去除苦瓜的苦味 焯水至断生 捞出柜位凉水 木外放进去 焯水至断生漏出 不凉的苦瓜 把水倒掉 加入洋葱 木耳 加入料汁 香菜 翻卖均匀 翻卖均匀后 即可装饭实用 一道美味的凉拌苦瓜就做好了 吃起来香辣开胃 一点也不苦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干杯大叔学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